总算不出北俭仍然不发一语 他是卫王集团的董作 也是大洋桥果负责人陈清福 被查出涉嫌私吞公款失忆 原本以200万交保 筹不出钱陈清福在北俭税了一晚 最终180万交保 董事长你有经常公款吗 紧跟在老板身后 大洋桥果财务主管林德胜 同样从150万降保120万 而全金负责人陈岳凤 最终也以80万元交保 他们都是创办人 陈查某的生前老陈 检方查出陈清福涉嫌利用大洋桥果 和盘商交易时 不确实开立发票 并要求将逾15亿的营业额 存入被告的私人账户 之后三成存回旗下公司 但七成不知去向 约10亿元遭到侵占 另外涉嫌逃税2.5亿元 这些族群我们也要抓住 拥有明星商品王子面的 卫王集团 大洋桥果的创办人 水果大王陈查某 他就有投资 集团还有民事过半股权 但后代子孙和老陈坚 爆出经营权纠纷 这一次更出现内部检举言 对此卫王说明 约坛和卫王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营运 但老陈派遭检方调查 恐怕清国大王陈家 这场真产司法大战 将持续开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年是叫阶犯 主人神小组 台北 台宝贝宝贝宝 D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